今天新增24109例本土病例 那么另外有15个人因为染疫而病逝 本土疫情已经连续两天升温了 指挥中心就分析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我们来看到第一是因为确诊病例数回补了 第二则是在过年期间人际交流多 所以也可能会增加传染的机会 而面对日本计划将在5月8号 要调降新冠肺炎分类等级 等同于是季节性流感 指挥中心则表示 在过年后会先规划改变 新冠肺炎通报病例的定义 未来只有重症需要通报 而轻症则是不用再强制隔离 逛街看电影的人潮持续涌入台北新疫区 五国本土疫情连续两天升温 27号较上周五一口气暴增将近35% 指挥中心推测主要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是确诊病例回补 第二是过年期间人际交流多增加传染机会 预估未来一到两周将会持续回补 医疗机构是从昨天开始上班了 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些人会有补通报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是说 这个应该在观察一星期 我们才能了解 直系韩国打算在一月底取消室内口罩令 日本政府也计划在黄金州长假后 5月8号调降新冠肺炎分类等级 等同于季节性流感 勇往大幅松绑防疫措施 五国公会增加也建议春节后的 第二阶段口罩松绑政策 可以朝向正面表列 之后高风险区域要戴口罩 其实像是办公室跟校园都可以松绑 除了比较风险高的一些区域 像是医疗机构 长照机构 以及像是大众捷运系统 室内的口罩令 应该是可以来在2月份的来做一个解除 清症的部分就是不用隔离 因为他不用通报了 相关的治疗及付的部分 也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还在规划当中 预计过年后会先规划 改变新冠肺炎通报病例定义 未来只会通报重症轻症则是无需强制隔离 不过由于给付相关配套 还需要跨部会协调 因此要调整新冠肺炎串并分类 还会再晚一点 记得我想要新鱼推我走